新加坡将在7月10号举行自独立以来的第13场大选 31个选区的265万选民必须从11个政党或独立人士当中选出93位人民代仪式 数学好的你发现亮点了吗 1965年前都还是马来西亚联邦一份子的新加坡 政治体系和我们一样都是奉行西米寺议会民主制 不过新加坡有总统和国会两个分开的选举 新加坡总统是由人民直选必须由五党派人士参选 当选之后也不能涉足政治派别矛盾 跟我们的国家元首类似 新加坡总统只拥有象征性的权利 不过新加坡本次选的是国会选举 选举流程大致上和我国一样 是由选民投票直选出国会议员 拿下多数议席的政党就能够做政府 党领袖也将被总统任命为总理 然后再由总理推荐内阁部长 经过总统任命之后组成内阁和政府 但和大马不同的是 新加坡只有一个一院制的立法议会 议员就从这31个选区中选出的93位人民代议士 诶 为何31个选区会选出93名议员呢 那这是因为新加坡的选区有单选区和极选区的区别 单选区就跟大马国州议席一样 是一人打一席 高票者当选 至于极选区则是由每个阵营派出3至6名候选人 打包搭档参选 而且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族裔代表 所以极选区的选民不是投选一个人 而是投选一个组 得票最高的阵营 真组人共同进入国会 虽然极选区的目的 每期名是确保能够把少数族裔的声音送入国会 但反对声浪却认为 这个制度会让选民手中的一票拥有不对等的投票力量 而且绑定成一组之后 少数族裔议员的比例反而会缩小 这是因为在选民结构的现实下 大部分政党一般会出于战略性考量 而选择中规中矩 只安排一位少数族裔成为候选人 另外由于每名候选人都必须缴纳按贵金 因此攻打极选区的成本相对较高 让反对党多次放弃出战机会 因此自有关制度推行以来 集选区常常出现不战而胜的例子 过去反对党也只是赢过两次 第一个有趣的点则是 新加坡公民会在这次大选当中选出93位人民代议事 不过最终议员人数可能会多达114人 这是因为新加坡有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 新加坡宪法规定 议会中必须有至少12名反对党议员 以及9名官委议员 以便维持议会中的替代性声音 因此如果反对党无法赢得12名法定议席 政府就会委任得票率最高的败选候选人 进入议会成为非选区议员 假设反对党只赢得6个议席 议会就必须补上另外至少6位非选区议员 那么万一反对党全军覆没呢 93名当选的这个执政党议员 加上至少12名非选区议员和9名官委议员 总议员人数就会变成至少114人了 另外新加坡也把投票日的前一天设为冷静日 这一天严禁公开竞选造势拉票活动 有趣的是新加坡投票是强制性的 因此所有21岁或者是以上的公民都必须参与投票 否则就会从选民册当中被除名 一举丧失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的投票权和参选权 一旦失去投票权 未来要再重新登记为选民的话 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 就必须缴付新币50元了 最后来说说新加坡的政局 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独立至今唯一的执政党 可以说是一党独大 在上届大选的89席当中共赢的83席 而东人党是目前唯一在国会有选区议席的反对党 这次选举多年来一直掌权的人民行动党理所当然竞选所有议席 其他政党最多也只是竞选20多个议席 许多分析都说人民行动党要输掉大选是100%不可能的事情 但部分失臣选民也想把反对声带入国会 对于新加坡选举你有多了解 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告诉我们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